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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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过去四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能只是看季节性的趋势 什么会影响到需求和供给 这是不是短期现象 短期预测相当困难 丰收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也可能收获量要比我们预想的要少一些 当前我们比较关注美国玉米的收成 初步估计 该国收获量可能会占据全球收成的18% 良好的天气因素能够带来高产 一些国家的产量可能会超过预期 但是如果阳光过于猛烈 这也可以极大的危害农作物 迄今为止 美国的中西部天气非常好 因此没有理由过于担心 作物高产可能会极大的影响粮食市场的价格动态 还有可能低廉的价格会导致需求高涨 至于南非和澳大利亚的收获季节 即将于2015年初开始 因此我们可以说长期的预测相当积极 丰收的几率十分的高 今年发生了很重要的事件 即乌克兰危机 这本身就强烈地影响到了小麦的价格 是的 我们注意到市场的反应非常大 在三月份四月份 也就是乌克兰政治危机发送期间 我们看到了价格的波动加大 乌克兰冲突的加剧可能会影响到生产和贸易 乌克兰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目前还没有破坏出口 但如果冲突升级 可能会影响未来的贸易 迄今为止我们还不太需要过于担忧 这会影响到乌克兰的无力运输 我们会看到出口会保持正常 至于乌克兰的粮食生产和加工 无疑是会受到直接的影响 该国今年是否能够继续供应所需要的粮食数量呢 预测其收获并不会像以前那么积极 我想说的是不需要太过担忧 并不是说永远不需要担忧 乌克兰的局势如果恶化的话 这会对未来的粮食生产造成极大的危害 还有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到英国的商品市场 我认为今年的收获情况与去年截然不同 2012年和2013年 英国都遭遇了非常困难的时期 进口量非常的高 我们被迫进口小麦和其他古物 彼时英国的生产效率很低 我们还要大量的进口动物饲料 由于天气条件并不是十分有利 因此总产量和单产都比较的薄弱 今年英国的种植面积有所增加 但仍然需要等待数周才能收获 今年我们可以说没有特别值得担心的地方 我们的预测比较乐观 今年小麦的收成 为创下英国的记录 我们也可以增加粮食的出口 或许这将能够刺激欧洲其他国家的进口 至于世界粮食市场 我们现在看到了产量增长 有所放缓 但这反过来应该可以刺激出口 此外英镑对欧元有所下跌 这将能够使得市场更加的稳定 海伦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